都说了,现在中国人不敢乱花钱啦 啊,中国经济要通缩了吗? 敢真啊 你以为这中国人不敢乱花钱吗?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就敢大手大脚的花钱吗? 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哪怕你是个重大型的国家 只看着本国的形势吗? 不是啦,现在是全球化的年代了 虽然还有人在反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对不对? 讲的都是全球化嘛 It's all about globalization, man 对不对? 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好经济 不光是看国内的形势的 最重要是看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国际的经济的形势 如果国际的形势不好的话 你一个国家好像中国 人口多,市场大 如果是老百姓对经济的预期 不乐观 觉得以后赚钱难 那就 不能像以前那样啊 会做什么? 剁手党啊 对了 几年前不是有个很有趣的词吗 叫剁手党吗 对不对? 随便乱花钱 打手大家要花钱 对不对? 什么搞一个双十节 搞个天猫节啊 对不对? 马云啊 马就赚了盆满波满啊 你以为所有的钱都进到口袋吗? 几百个月 一月间 两千多两千月啊 对不对? 就这样经常啊 不是所有钱都进到马爸爸的口袋的 不过肯定他赚 他也赚疯了 OK? 虽然我们的马总说 OK? I am not quite interested in money 你信吗? 哈哈哈 所以说 一个国家 经济 发展形势好不好 不是只看自己国内形势的 要看 整个世界 对不对? 要看整个国局观 要看整个大局 所有整个大局 OK? 所以你的格局要大 I just look at the big picture Man